哈囉大家好 我是新書終於快要完成的維藤 嗯...上禮拜應該是敢搞的第18層地獄 所以有公告上禮拜的影片暫停一週喔 而這個禮拜我依然還在地獄 大概在第5層了 嗯...有進步 快要結束了 對了有件事要跟大家說明一下喔 這兩個禮拜呢陸陸續續有收到很多觀眾的關心 說在抖音上面呢有人把阿騰的影片拿去做使用了 而這部分呢我們當下知道後馬上跟公司討論了一下 因為還是有顧慮到有少部分的觀眾朋友 是沒辦法直接看到youtube頻道的 那這些抖音的影片呢 目前看起來也有說明說原作者是維藤 影片來源是youtube 並且好像沒有營利喔 那如果只是抱持的純分享給沒有辦法看到youtube的觀眾呢 這部分是ok的 但如果有觀眾發現這些帳號 用阿騰的影片或是角色內容 做了廣告或是拿來營利 馬上告訴我 我去檢舉他 謝謝大家 好了老樣子呢在故事開始前想問問大家 你覺得在山上 海邊 跟都市 哪邊遇到鬼你會覺得很可怕呢 我個人是覺得在山上蠻可怕的 而今天的兩則故事 就跟在山上遇到的怪事有關喔 好了老樣子如果想支持回騰的話 遇到廣告可以幫我多看10秒喔 故事開始囉 本故事是由觀眾貓仔投稿的 老樣子也讓阿騰來扛吧 今天我想說個關於我山上老家的詭異故事 我的老家是住在比較偏僻的山區 有多偏僻呢 如果要走到最近的超商買東西 用走的話最快也要15分鐘 而往超商的那條路就只有一條 說起來在晚上的時候都覺得怪陰陰生的 那條路上周遭都是密密滿滿的樹木 白天的時候覺得特別涼爽 但在晚上的時候卻總是陰暗的嚇人 而就算有路燈也是遠遠的才有一盞 而且還是黃色的路燈真的是怪恐怖的 更別說他有的時候會經過涼亭 有的時候都覺得涼亭上好像坐了人 但說這麼多 在那邊已經住10幾年的我 也早已經習慣成自然了 畢竟那10幾年來什麼都沒有遇到過 而故事就發生在某年的暑假 我的叔叔嬸嬸帶著放暑假的堂地 來我們家做客 順便讓他體驗大自然 就這樣在晚餐過後 欸 哥哥 哥哥 我要吃冰 吃冰 蛤 吃冰 那我看看喔 欸 沒有冰了耶 我們家很窮 冰都吃完了 喔唷 我要吃啦 我要吃啦 不管啦 廚家大廳連冰錢也都沒有 怎麼做大事 你怎麼可以餓到我這個國家未來的洞涼 我要吃冰啦 就這樣吃飽飯後的堂地 一直靠腰想吃冰 我沒辦法的 就當作是飯後散步 就帶著他往山下走 要去超商買冰吃 而就這樣的 我一邊牽著堂地 一邊穿越那條陰暗的山路 因為我怕他走丟 我手是緊緊的牽著他 欸 弟弟 你現在幾年級啊 我三年級 是喔 那你們班有人喜歡你嗎 有啊 我跟你講 我們班有五個人愛我喔 1號 15號 22號 33號 36號喔 但我對他們沒興趣啦 我愛的是34號喔 哲哥 你以前應該沒有人喜歡你吧 X我悲喔 弟弟 我跟你講喔 你這個年紀啊 根本不懂的 就這樣 我一邊走一邊回頭時 突然發現了 弟弟除了牽著我的那隻手之外 他的右手一直舉在半空中著 哼 中小小 我當時以為他只是在揮桿蚊子 就沒有多想了 接著 又走了不知道幾分鐘後 突然間 哼 好了啦 哼 你很煩耶 放手啦 哼 怎麼了 這時我會回頭看 看到弟弟的手不斷在揮動著 並且一直說著 哼唷 不要再牽我的手了啦 我快到了 我當場認住了 因為整條路上 我們沒有遇到任何人 而弟弟卻是一直在跟空氣講話 哼 靠X在跟誰講話 哼 弟弟 你在幹嘛啊 我警告你喔 你在牽我手就有哥哥打你喔 我哥哥不怕你喔 他練過跆拳道喔 踢死你喔 靠 哼 對不起啊 對不起啊 哼 小朋友不懂事啊 哼 對不起啊 對不起啊 而就這樣 距離超商不遠的我 馬上抱起弟弟 直接狂奔 逃進超商 過一會後 在超商買了冰 一邊吃 一邊冷靜後的我 你剛剛是怎麼了 到底在跟誰講話啊 沒有啊 就剛剛我們下山 有一個男生 一直要牽我的手啊 蛤 男生 對啊 而且要一直跟我們走耶 原本想說一下下就好了 結果他的手好不舒服喔 哥哥 我跟你講喔 他就站在那邊 堂弟自然的 將手指向回去的山路 而我不知道哪來的勇氣 直接給他看過去 而這一看 我的背脊比手上的冰還要涼了 那一瞬間 我看到了一個男人 正在看著我 但詭異的是 他的身體跟頭 好像被扭了一圈 而且他人 還站在根本沒有入了樹林中 那個高度 也不是一般人的高度 當下我整個人傻住了 不只是因為那個人的關係 而更重要的是 靠北 我還要走回去了 而最後 我們能夠回去的方法 就只有這個了 喂 喂 誒 誒 對 計程車啊 誒誒 對對對 誒 我在那個某某路 誒 對對對 誒 我要叫車 誒 對對對 直接叫計程車送我上去 嗯 我真棒 故事 說完了 嗯 作為故事啊 我個人是覺得蠻有趣的啦 好像在山上就真的很容易遇到那種比較難以解釋的事件 而講到到山上的故事啊 阿騰我這邊又有一個蠻可怕的經歷 那一年 小剛剛學會開車的時候 那時候剛拿到駕照 又有車 時不時就在到處衝 誒 瑋騰走啊 山上是瓦子啊 OK啊 走啊 就這樣 那天我們兩個不怕死了 就直接跑上山了 只為了吃雞 結果不知道是怎樣 那天整個大迷路 而且當時還沒有所謂的智慧型手機 什麼定位導航都沒有 我們有的就只能靠自己的念能力 誒 靠 怎麼辦啊 有岔路耶 我跟你講 左邊 左邊還要對的 誒 你怎麼知道 有線索嗎 為什麼選左邊 哦 因為我不會右轉 我下車 而就這樣我們兩個 一直在山上開著 迷路著 開著 迷路著 從晚上7點 直接開到快9點了 我們兩個完全找不到下山的路 靠 怎麼辦 我會死在這裡啊 白痴喔 我不要死在這裡啊 很智障喔 我不要啊 就在我們完全沒有頭緒的時候 突然一台計程車 從我們旁邊經過 靠 機能車耶 誒 真的耶 快跟他走 這裡有機能車 就代表一定會下山的啊 耶 得救了 就這樣 我們決定尾隨機能車 跟著他下山 結果 開始跟車之後 狀況 越來越不妙了 一路跟著機能車的我們 不但沒有下山的跡象 反而路越開越窄 四周的草 也越長越高 你會不會覺得 這裡 完全沒有要下山的感覺嗎 誒 還是我們根本 被鬼帶走 什麼 你說什麼啊 你沒聽過這個故事嗎 曾經有一個人在山上開車 突然有一台跑車經過他身邊 結果不到幾秒鐘 跑車就消失了 後來那個人開車上上後 就看到一個老奶奶 正在燒金座 而旁邊停了一台 跟剛剛一模一樣的跑車 只是那台跑車 變成要燒給往生者的 直炸車 你覺得 我們會不會遇到了 結果我們話才剛說完 前面的計程車 突然停了下來 而司機隨後就開門 並且走了過來 嘿 誒大哥 誒有事嗎 誒 為什麼你還跟著我 沒有啊 沒有啊 然後跟著你啊 我們剛好跟你同一條路來 誒想太多了 呵呵呵 喔 是這樣喔 同一條路喔 就這樣 小冠不敢跟大哥說 我們在跟車 而那位司機大哥 在說完那句話後 就一動也不動的 凝視著我們 好像一眼就看穿了 我們的謊言 現場就只有迷路的兩個人 跟一個把車 越開越深深的計程車司機 我當下不知道為什麼 總覺得很不對勁 如果我們發生什麼事 好像也不會有人知道 而大概過了30秒後 大哥 終於開口了 你先靠北喔 我回家咧 都已經到我家 還通洋個路的屁 還是要跟我回家你 蛤 從剛才你看到我後面 啊迷路就迷路吧 是不會問路了 蛤 蛤 好了 重要事情宣傳一下 維藤頻道40萬訂閱了 有很多新的觀眾 對阿騰還不是很熟悉 所以現在徵求對阿騰 有問題的觀眾 可以在底下留言喔 之後會再做一支影片 做QA問答喔 然後另外呢 阿騰想要講一個故事 上個月呢 我去銀行辦事 在銀行裡面呢 我看到一隻狗狗 牠看起來很慌張的 在銀行裡面走來走去 雖然有帶項券 但看起來更像是走丟了一樣 牠非常的不知所措 果然呢 到銀行關門的時候 還是沒有客人把牠帶走 我當下馬上拍了影片 做了直播 希望牠的主人可以帶牠回家 各位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隻狗狗牠現在在長榮路 台南市東區長榮路的中國信託上面 然後 牠剛剛在我辦銀行事情的時候 牠其實就一直在裡面 然後現在牠被請出來了 因為好像牠也不是客戶裡面客戶的狗狗 而很幸運的在兩個小時內 我找到牠的家 原來這隻狗狗叫做阿貴 是成大學生社團協助流浪動物管理的狗狗 而隔了一個禮拜後呢 我去看了阿貴 阿貴阿貴 我也帶著阿貴一起去散步 在這個流浪動物社團裡面 阿貴有一個好朋友 牠叫白獵 成大學生說 阿貴來到成大已經好多年了 看得出阿貴曾經是有主人的 牠懂得人類的口令 也會坐機車 但不知道為什麼 牠跟主人走丟了 而來到成大 這麼多年來 諸多成大的同學們 都會定時的幫阿貴還有其他流浪的狗狗 餵食、清潔 帶牠們去散步 好不容易跟狗狗們有了感情之後 同學們時間到了 還是因為畢業而離開了 社團的同學們一直很希望 可以幫阿貴找到一個永遠的家 可以找到一位願意一直愛牠們的人 如果你願意給一群需要愛的狗狗們一次機會的話 可以搜尋IG帳號 與成大社團的同學聯絡 阿貴、白臉、加油 祝你們找到喜歡你們的主人 大哥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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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大力 拉! 要 Salz 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